哈哈哈哈 嗨 大家好 欢迎观看我们的三个女人一台戏的特殊节目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卖女 我们的石婆 她刚刚从南极旅游回来 南美洲南极旅游回来 经历了好多的非常难忘的 美好时光 而且好多的美妙的景色 今天那个曼妮来和我们 石婆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她在南极南美洲的一些所见手闻 对 很开心啊 真的是能够给我们一般的朋友 也是去玩 我们有十几个人行 我们飞到贵罗斯埃尔斯 在那里玩了两天 那个地方 首先我们知道 哇 那里的东西 物价真的是叫做天价 贵还是便宜啊 你是欠价 哈哈哈 她那里的货币是非常的大 一块钱等于她那一千块钱 哇 一千块 你是说一块钱美金 对 一块钱美金等于她那一千块 所以我们一桌人去吃个饭 点了十几个菜 花了十几万 十几万也就是十几块钱 不是十几万就是一百多块嘛 一百多块钱 对 一百多块钱 不错 我们那天找到一个叫做家宴的中餐馆 那里的这个中餐真的是 是我吃过的在美国最好吃的中餐 那是哪个国家 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现在的货币确实不值钱 通货膨胀非常利 但是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们在那里呢 去看了那个整个世龙 还有就是去看了那个 足球明星 那个Maisy他们 那个足球馆的附近那里去转转嘛 然后他们每个男的都买一个 Maisy的那个足球的球衣 十号 然后我们女生呢 就是去看了那个很多的汤格的表演 对对对 看了阿根廷的人 就是他们能歌上 他们的人只要说跳就跳 我觉得他们那里的文化 让我们感觉到他们真的很知道 怎么样 enjoy life 他们的音乐 还有体 都是非常的 这个叫做什么 非常的繁荣 非常的发达 好 那 足球他们的明星也出了好多 高跟体制的足球 对啊 看足球很厉害 谢谢他们的音乐 真的让他们热情分泛也是非常的美 所以我们去庄堂看了他们那里的专业的汤格 真的很不错 你们这个阿根廷是你们的第一站 你们是从哪儿上船的 就是从贵罗三 复一路4L是上船 从贵罗起了 然后在那儿住了两三个晚上 然后就上船啦 就是我们上船以后 我们在船上的他们的节目很好 但是船上今年这一次去的船上的这个富大家都觉得不太好 因为天都一样一样的 所以呢 这是什么公司啊 你是那个 Norwegian Norwegian 对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 觉得他没有Princess Princess的富 非常好 他是一个法国厨师煮的 他这个厨师是一个菲律宾的厨师 他这个厨师是一个菲律宾的厨师 他煮的菜真的不好吃 厨师煮的厨师煮的问题 厨师煮的问题 厨师煮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 最主要的我就是看到一个很好的就是 我们去那里就觉得 那里空气蛮好的 嗯 他们都一直讲说 去那里 不要带什么重要的首饰啦 然后 这个 要低调 不能带悲种凌方 那是让我们这里觉得 我觉得它挺安全的 嗯 没有这个 说什么 看到什么很 那种 抢头 抢头 什么的 他们说法国还挺厉害 法国的抢头 就挺厉害 对法国 意大利 他们也说意大利也挺厉害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韓线 还是很值得去一次 嗯 因为 它毕竟是 这个靠 南极这个附近 一般很难的去嘛 嗯 那个地方的冰窗啊 企鹅啊 都是比较囊的 你在地方见不到 全毛呢 你看 嗯 这个好 在那里 多香的 甜 好 我想先问你一下 那你们去南极 还有阿根平 这些南美洲 国家 需要签证吗 不需要 不需要签证 美国护照 不需要签证 不需要签证啊 对 嗯 对 美国护照 不需要签证 你是说阿根平 不需要签证 南美洲 都不需要 嗯 OK OK 那巴婆就不敢去 因为巴婆到现在 还是中国护照 美国利卡 一定要去办签证呢 嗯 对 所以就比较麻烦 严重了 你们去了 我就很羡慕 但是 把签证太麻烦了 这一次我到这个床上 有四五百的中国人 你知道吗 非常多中国人 那他们应该没有问题 要签证 四川 还有从什么深圳 好多地方大陆来的 香港 台湾都有 就是非常多中国人 感觉就是好像 到时候一碰 你也 哦 这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中国人 现在真的是 有钱 很不错了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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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世界 到南美洲啊 南极啊 那些地方 我听说很多的宝石 他们那里生产宝石 你们朋友 有没有在船上买宝石啊 我当地买宝石啊 价格是什么呀 买了 买了很多 买了好几万他们呢 好几万 美金 对呀 我的天啊 你的朋友都是父母 好大的石头啊 蓝宝石 红宝石 绿宝石 还有一个 这个是那个 黄宝石 所以买了好几个宝石 听说你这个买宝石 都很有技巧的 你要会还价 我们有一个姐妹 特别会讲价 你知道她在船上买了个珠宝啊 人家一个蓝宝石 叫做Tangerine 就是专门是在那个藏比亚的一个地方 唯一的那个地方 开采出来的 开采出来的 十三万 然后最后呢 讲讲讲讲讲 七万 然后最后讲讲讲讲到四万多 下来了 四万多美金啊 对 美金啊 多大的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这么大 哦 那挺大的 大 差不多就是这个 对 四万多 对 不像贵了 只要做很多 对 它那个简直是非常大 边上是有钻石 中间是蓝宝石 哦 它已经是已经成型的 做好了 做好了 那就不对 连这么大的宝石 那才四万多 对呀 他们就说觉得便宜 这个 因为这个 只有这个地方藏这个 所以呢 他们几个去买 每个人都买一个 啊 一个是百四万多的 还买了一个什么 那种 就是 黄色的 草石的 黄宝石很贵 很贵 对 黄宝石比白宝石还要贵 黄宝石它是 王府的看也是 对 非常大 然后呢 也是买了好像是三万多块 嗯 嗯 他们这些人 有几个是 叫做是 啊 复活 就这个三十万美金 也是不得了的钱 对啊 也是不少的 也是不少的 也是不少的钱啊 但是他们觉得很值得啊 嗯 然后船上他们还有去拍卖 买了一幅画 他们有的知道了 就啊 这个画家 现在得了old timer 或者是得了什么病快要不行了 嗯 现在买他的画呢 就会升值 他一死就升值了 所以 哈哈哈哈 真的好玩 那在美国买更贵 是 在美国买的 那在美国当然贵了 你到店里买个小小的 就是好几个块钱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东西你要是 啊 平时会带 那买了就可以啊 但是我们也都不带 反正就放在保险箱里面 也没什么意义 就有话 对 就是说 像他们是觉得好像说 是会保值 会升值 对啊 说投资嘛 对投资 反正我们也不懂这些 哈哈哈哈 而且还可以传下去嘛 对 他们说啊 这个要传给儿子 那个要传给女儿 每个人都要有一份 我说我好不需要了 他们自己 喜欢的他们自己去那个 他说 给孩子不要留钱 钱留了 他们花掉了就忘了你了 啊 然后留一个什么珍贵的东西 那怎么一代代传下去 就知道 啊 这个是什么 乖乖妈的 留给你的 这个是传家宝贝 这说的也有道理 也有说留钱 确实是没有用 对啊 钱有什么用 没有用 都是人 他们拿了以后就花掉 一点痕迹都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 挺聪明的 这些朋友 我这些朋友真的很聪明 哈哈哈哈 这些人呢 这是南极之行的话呢 是南极买的 特别有纪念意义 没错 男士们反正就是跟着玩 然后呢 他们就是比较喜欢运动 这次我们还去做那个SPA 去做它那里的叫做什么 就是冷的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蒸汽 蒸汽 蒸汤 蒸汤 对 蒸汤它有一个是Dry的 对 一个是湿的 湿的 我这次因为在船上最后的几天 都是在海上 然后呢 我们又生病了 不太 鼻子都不太通 我们就说 啊 我们就去做那个 然后 真的 蒸汽的你一做 很舒服 很舒服 对 整个 鼻子啊什么就通了 听到吗 所以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结果上天 一个人一百多嘛 就去做了 对 蒸汤拿走完 人是很舒服的 对 把全身都打通了 只要是你这个汗毛孔全部打开了 没错啊 然后它那个 那个area还专门有那种 石头的那个底子 它底下是 那个 你躺上去 就是热的 你坐完山了 躺在上面 啊 十了 十了 对 就是 舒服的不得了 然后看着外面是大海风景 哎呀 我说 真的 啊 真是非常的 非常地享受 所以 生活是很好 就是 非常感恩 我觉得也是 感恩 感恩 我们有这样子的生活 是的 船票的话 一个人大概是一千七百多 你住的是什么 你住的是Ocean View 没有没有 我们就是住内餐 哦 内餐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玩 所以我觉得 没有必要多花一千块钱 那你一千七百块钱是多少天啊 十四天 十四天 那很好了呀 因为晚上就一百多美金 而且这是一个人是不是 一个人 对 嗯 对 反正啊 价钱是不算贵 嗯 就是你 但是这里飞 飞到Brain Lewis Island 好像是一千多 我们在那个 Elephant Island啊 还有那个 Paradise Island 附近那边 你就可以看到 哇 这个冰川 冰川 这个真的是很雄伟啊 很漂亮 阿拉斯加 对阿拉斯加也是有冰川 但是我觉得这个南基的冰川 有一个不一样 全部的地方都是这样子 雪啊 冰川啊 就是不像现在在那个 阿拉斯加那个游轮停着很远 我们只能很远的看 很远的看 对 它这个是停的很近的 你可以很近近的 近的近近看 对 然后我特别喜欢就是 伴附着它的那一段 对对对 大冰川 因为一次巴士带你上水 对 可以在冰川上走 那个是非常好 还有就是说 气囊级 如果你喜欢挑战的话 还有一个真正的 气囊级的那一条路线 嗯 就是它是到 呃 呃 就是淮啊 嗯 然后从那里做床 它是一般都是做那个比较小的床 然后一个人是要一万多块钱 哇 对 一万多块钱 对 每元 每元 嗯 一个人 对 基本上它是因为要给你提供特别的衣服 哦 对对对 然后呢 它要进去那个篮基里面 呃 比较深的地方 嗯 然后呢都是要 要经过特殊的批准才能够进去的 然后它还有一些岛呢 它会用小床 把里面的带上去 所以呢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一般 一般的人 我觉得是受不了 它那个特别冷 嗯 然后你要过那个 一个非常 非常厉害的海峡 叫做Dragon Dragon Dragon 这个tunlo 它那个风非常大 风爆很大 嗯 船摇得很厉害 嗯 像我们这次 靠近那个边边哦 啊 大家就晕着 风晕乎乎的 好几个人都要吃音船摇 对 而且年轻人会去 对对 去挑战这样的经历 对吧 像我们这样的年纪也就算了 对 我觉得像我们 正过两个 我们像你一样 坐游轮去 坐游轮就算不算了 那这个坐游轮 它等于说 早上把你放下来 你去玩 然后晚上回来 对对对 那这个 你去玩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人组织 你一起去玩呢 有啊 就是说它有两种 一种是叫做 船上的 excursion OK 对 excursion 定了 你付钱 然后跟着那个船去嘛 嗯 然后我们这一帮人是比较chef 所以我们不要订船上的 船上的贵了好几倍你知道吗 啊 船上一般一个excursion 两百多块 两百三十块 嗯 那我们是走到 自己走到下面去 然后自己找车子 然后一般人自己去 自己去 那就便宜得多 我们只要花六十块钱一个人 他要两百三十多 去到同样一个地方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和大家分享啊 对啊 你要在船上订好的话 他们就花了好多的 冤枉前都是一样的线 对 没错 没去过的人 会害怕 觉得不知道 到时我怎么 对不知道 会不会是有危险 对对对 会不会有危险 但是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么多次的 游轮 还有了 都是有一帮人一起 而且人也多 我们都是一帮人一起嘛 然后大家一帮人下去 就去找车子 找人家 还要跟人家讨价 反驾 他们那都是这个 几个博士 他们去干的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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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走在后面 等着他们 讲好了 我们就上车 他们还有一个路 还有走一百米 不要一下船 就跟人家讨价 反驾 要走一百米 远一点 走七一点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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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知道吗 刚下船是120 然后再走出去就变60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队的秘诀 就是说我们不要避船上的 船上的都是贵好几倍 对对对 所以我们大家也很开心玩的 就是一般人的话 大家他们讨家还在也是很好玩 有的时候 是啊是啊 同家还在其实挺好玩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很好的 就是对这个自然保护这个意识 就是像他们 我们要去看企鹅的地方 他就是要给你的鞋子消毒 不能够到这个太靠近 要有阴里的近乱 就是保护这个自然环境 保护这个野生动物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也做得挺好 我们还看到那个鲸鱼 鲸鱼碰水 哦那个大鲸鱼碰水 就在这个海上 对对对对 那个还蛮挺壮观的 是啊 对啊 嗯 但是就是那么一下 就是跑下去了 也是难得的 能够到这样的一个镜头 对对对 他们有抓到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 噴水的 是啊是啊 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要保护起来 因为真的是全世界很多的气候啊 空气啊 很多都受海洋生物的地方的影响 是的 南极和北极 它的气候变化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去看了值得说 真的是一个人类的大家的共同的财富 嗯 大家要对我共同的来保护 对 来保护它 是的 嗯 哎呀真是真是不错 看你这次出去玩的 嗯 是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们这个回来之前几天得了COVID 回到家以后一个星期都 然后大家在家里不敢出去送人 嗯 就是这个星期才比较都都好了 南枚啊 总的来讲 隔年感觉就是说 那里还是挺挺那个比较落后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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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的里面 哦 是 那个地方的气候怎么样啊 那个地方现在他们是夏末 嗯 嗯 对 他们跟咱们正好是相反 对 他们那里气候挺好的 就是 嗯 也不很热 也不冷 所以就是很好的季节 如果是你想要去那里玩 最好是选择这个季节去 嗯嗯 就是不冷不乐 然后呢 我们这边是中间 它那边是等夏天 就天气非常好 嗯 嗯 对啊 对啊 我也赶快要办签证 签证办好的话 想去哪就可以去哪 生命区太短促了 是是是 一定要赶快抓紧时间 嗯 到处去 嗯 晃悠晃悠 对 嗯 是 朋友们也 多出去玩 对 是 真的是 大好的和商 我们在这个和平的地方 能够这样子自由的享受 这个美好的风景多好 你看是吗 是的 我们应该要珍惜 嗯嗯 对 要多出去 谢谢师傅 谢谢曼女和我们分享 南极南美洲的旅游经历 说的我心里真的是痒痒的 对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啊 我们还会有更精彩的话题 好 拜拜 拜拜 咕咕咕咕咕咕咕 咖啡 咖啡